其實在中文大學一帶我們看到很多破壞 在校園裏面其實有暴徒打爛 以及燒毀了一些私家車 運動場的軟展、雜物等等 火勢其實是非常大的 你看到火洩又去到幾米那麼高 校園也多處冒出大量的黑煙 為什麼大學是一個做教育的地方 現在會變成一個兵工廠 有幾百枚的汽油彈在裏面 高等教育是孕育香港未來動糧的一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要容許這些地方 變成兵工廠去孕育暴徒呢 我再次嚴正地指出 校園從來都不是無法可依的地方 當不斷有暴徒衝擊警方的防線 向警方釘磚、釘雜物、釘汽油彈 警方警告無效 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 必須作出一些反應 制止相關的事件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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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